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在明年第三季通車 政府準備在短期內 拿出一地兩檢的方案給社會討論 特首林鄭月娥預期 一地兩檢這場仗與政改一樣難打 因為當中涉及容許內地邊防人員 在香港境內執法的問題 不過高鐵造價高達百百多億 政府認為在西九總站實行一地兩檢 才符合最大的經濟效益 高鐵是中國國策的一部分 當年政府面對社會不少人反對都堅持上馬 今天細成騎虎 一地兩檢是否唯一的選擇 即將公布的方案能否符合《基本法》 民意又接不接受呢 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地盤的施工 即將步入最後階段 在這裡開出的高鐵 可以接駁內地二萬公里的鐵路網絡 在14分鐘就去到深圳 48分鐘就去到廣州 近日有建制派議員相繼傳出 一地兩檢可能的方案 包括政府會在高鐵西九總站入面 設立內地管轄專區 將內地出入境管制區 高鐵越台以至車廂 全面交由內地執法人員 執行內地法律 在管轄權協助其實全世界都很普遍 根本沒有任何相關 就是要內地的法律適用在香港 《基本法》第十八條說得很清楚 在香港地界之內 只是實施香港的法律 我們不能退讓半步 從來沒有一條基本法 說香港境內 不能有一個地方撥出來 把司法管轄權交回內地 一地兩境的安排涉及跨境執法問題 會不會令一國兩制受損? 高鐵這場硬張 最終民意又會站在哪一邊呢? 2010年 政府在立法會尋求669億高鐵撥款 當時除了高昂的造價和蔡元村爭議 一地兩檢的安排更加是備受關注 當年法律界人士已經質疑 有可能抵觸《基本法》 我看不到怎樣可以實施一地兩檢 如果不可以實施一地兩檢的話 其實可不可以達到高鐵應該有的效能 沒有一地兩檢不等於沒有高速 因為我們是希望找一些中途 或者中期的方案去這樣做 不想說現在已經定了一個方案 七年後的今日 往深港高鐵香港段整體工程 超過九成完成 預計明年第三季通車 不過政府至今仍然未交代 邊檢安排如何 只是不斷重申 一地兩檢才能發揮高鐵最大效益 如果我們去到過了香港境 是要下車再接受一些入境 海關或者檢疫的工作 就會令高鐵的效益大大打了折扣 全長142公里的廣深港高鐵 由香港西九站連接至廣州南站 途經慶盛、火門、光明城、深圳北、福田 然後跨境到香港的西九站 如果要在西九總站實行一地兩檢 便相容許內地人員在香港境內執法 基本法十八條說得很清楚 在香港特區境內 是不能夠實施內地的法律的 如果你說為了省一個小時 就令到一國兩制穿著一個大窟窿 我認為是絕對不值得 不過政府近日不斷重申 即將公布的一地兩檢方案 並不會違反基本法 一地兩檢的安排 是符合基本法、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 基本法第十八條列明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之外 不在香港實施 一地兩檢涉及內地人員來香港執法 為何港府可以有信心 不會違反基本法呢 人大代表田北辰相信 做法是由特區政府 主動提議在香港西九總站 成立內地口岸區 容許內地執法人員 在專區內執行內地法律 基本法裡面 是完全沒有說到 香港境內 可不可以成立一個 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 特別行政區有一個地界 這個地界是當時國務院他們畫出來的 所以現在就要回去香港 和內地政府簽一個協議 我們提議在這裡成立一個內地口岸區 就要求上面的執法人員來到在這個區裡面 實施內地法律 簽了之後 要拿去人大常委批准這個協議 將來如果有人司法覆核 那麼中審法院去決定 香港如果立了這條法 有沒有違反基本法呢 就會得要參考人大常委說過的東西了 經文聯議員梁美芬也相信 一地兩檢會採取類似深圳灣口岸模式 由香港租借西九總鎮裏面一個管轄區 給內地駐守執法 香港是有自己的管轄區 但是不等於你不可以去和其他地方 可以進行協助 好像在倫敦的高鐵站 或者加拿大的機場 它是畫一個專區出來 就做一件事叫做境外入境工作 不過前立法會議員兼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就認為 香港有完整地界 這個傳出的方案 同樣不符合基本法規定 第18條太清楚了 香港地界之內 是不實施內地法律的 現在你是公然 將L21一塊地 是畫了出來 做這個叫口岸管制區 這個例一開 香港有其他口岸 都可以做一個內地法律施行的 口岸管制區 對於在高鐵西舊總站 成立內地管制區實行一地兩檢 有沒有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非建制派的陶謹申 楊岳橋 梁耀忠 陳志全和鄭松泰 就認為會違反 張超雄 莫乃光 毛孟靜 就表示擔心 而建制派的陳恆 王國健 張宇仁和葉劉淑儀就說 政府未拋出具體詳細方案 難以評論 雷美芬就表示支持 至於實行一地兩檢之後 在高鐵香港境內的內地管轄區 一旦發生旅客打鬥 甚至傷人事件 究竟應該由香港 還是內地司法機關處理呢 答案亦似乎很複雜 公民黨楊岳橋 公黨張超雄和香港本土 毛孟靜認為要交給香港方面處理 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 人民力量陳志全和街工梁耀忠就表示 不敢想像可以怎樣處理 熱血公民鄭松泰認為 整條高鐵香港斷管轄權 都應該屬於香港 不過民主黨陶謹申和經民聯梁美芬就認為 一旦設立專區 內地執法人員有權點去處理 自由黨張宇仁表示 過關很少機會發生這類問題 共聯會王國健就說 聽過以往在邊境出現打架事件 邊防執法人員都只是勸指 沒有交給內地法院處理 民建聯陳恆斌就認為 要視乎日後怎樣立法 新聞黨葉劉淑儀就不評論 梁家傑認為 一旦高鐵打開容許內地人員 來港執法的缺口 將會後患無窮 打穿了一個洞 洞只會有越來越大 不會自己去縫合 你只想想李波當年的事件重演 李波就不需要坐洗頭艇那麼複雜了 直接送他L二層 解決了問題 哪有人這麼傻 選西狗 西狗眾目睽睽 你怎樣推了他出去 沒有人看到 他站在那裡喊 你掩住他的嘴也不行 一地兩檢最終會怎樣落實 除了法律和政治 也可能是一場民意戰 如果香港很多人說我寧願 無論你香港上車 去到內地哪裡都好 都一定要下車再上車 OK 如果民意大幅是這樣的的話 可能你法律也要讓步 你就行這個所謂兩地兩檢 你解釋清楚 其實大部分市民 寧願要選擇要有一地兩檢 他盡可能都希望你要搞成 這個對他對大家都有好處 如果你不肯為捍衛十八條基本法 這個保護罩 而作出你的付出的話 你根本不配 繼續擁有這個 免受內地法律實施的壞影響 這種權利 港鐵香港段 連接內地接駁到全國 大大便利中港兩地的居民 但一地兩檢涉及跨境執法問題 市民要衡量 需要付出的代價 是否值得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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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